邓宇 人生不是一幅画 它不会按照你的想法 构图上色 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就算你没得这个病 就算你考上了嘉海大学 你真的能保证自己 能当个画家吗 所以 我就该放弃吗 随便选一个专业 随便选一个大学 等我毕业之后 随便找一个工作 哥 这不是我要的人生 你才多大 你懂什么人生 是 我是小 我什么都不懂 但正因为我年轻过 才无所畏惧 哥 我刚知道我得病的时候 我真的很害怕 我不敢面对 所以我逃了 但这两天我想清楚了 我逃不出我自己的人生 不完整的画也好 不完整的病也好 只要我不放弃 我总有办法补权的 如果我放弃了 我就什么都没了 对 不能放弃 放弃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邓宇 我已经帮你约了 我国际最权威的神经科专家 你去找他 他肯定会帮你 真的 真的 你还小 你权益的机会更大 而且你有更多的梦想 你值得这个机会 你准备好 明天就去 明天不行啊 我得上课 请假就好了 我妈不知道我得病的事 她肯定不能帮我请假 她肯定能帮我请假 要是有两个我就好了 一个替我看病 一个替我上课 哥 要不你替我上课吧 这方法肯定不行 为什么呀 咱俩长得那么像 肯定没人发现的 这不是像不像的问题 这么好的机会 你也不想我就这么错过吧 我明天还有事呢 哥 就两节课 两节课就行 我保证不耽误你事 就这么说定了 明早七点 不见不散 一二